这个名字是白天 明天是黑暗的 凉凉去凉凉出来的 这个字幕是最好的 节目也是最好的 这边还要做一个 我在影响 可以与晓鸣生活 有一个 在影响 而且我会有 single 赵队采访问 好像唷 大家好 我是白天 刚录完 那个这个一来去开头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我现在就这样子 顺便讲讲一个三次图导出方法 那因为这样子之前有微信那边有人问我 然后我就啊我就这么 我就这边演示一下吧 通常就很简单 反正也是一样了 之前跟你们说过 sketch它是进入 然后你就完全进入这个界面 就是说完全在这个界面里面编辑嘛 然后实体也是单纯实体这样子一个界面编辑嘛 对吧 然后这时候三次都导出也是一样的 那反正有两个选择这里 make assembly from parts 就是说我这里只有单一零件 然后呢 assembly之前有跟大家展示或是什么 有一个零件是永远没办法挪动的 对那这个你点了这个 就是说你当前的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无法挪动 那个那个块那个part 好那这个make join from parts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三次图导入 或者是一个三次图导出 那三次图导出的时候 我们就花点时间了 然后他转转进去一下啊 然后这里可选通在A0A1 那你就根据你那个尺寸的大小 然后呢 这时候反正就是有很多的选择了 反正就你也可以制定对吧 那通常我就放一个A0 因为我通常我我产品快捐不大不小 放A0的时候几张345放上去的时候会刚刚好这样子 那你会看到对完全进入这个页面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进行什么要宁存啊 反正算你会写之一样你个宁存为比如说啊不同的 当然如果你在之前你在那个实体的3D模式里面 哎你就看到他可以储存更多不同 比如stp stp或者Igess那种 那像这个模式你就看到会比较少 比如说dxf对吧 你们都知道ejoinpdfpdf 你们肯定知道了 foolshop那一个ps吗 ai那这些你们都懂的是什么格式 反正还是一样这么存 那这时候一进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 然后可能是说啊 我通常反正就这样子啊 villia standard free 那你可这样子选啊 反正就是我可能选一个啊 这样子一个优势对吧 那我可能就按着鼠标然后不放拖过来啊 你可以这样子 然后对进行反 然后你看到哎 这个变成一个宪告对 然后这时候你你就鼠标就左键已经松掉了 你你可以这么点哎 你也看到对 然后这个对哎 你看到对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写对透是什么都能出来啊 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八个九宫格这样子 那我现在打勾啊 就这样子 那就ok 那你要再加怎么样就再加反正拖进来什么的吗 那里面你可不可以再进行编辑的 反正这些都可以啊 你看到很多东西都可以那个在那个 反正在编辑你个研究啊 一内米内等等的 或是标注可以吗 可以绝对没有问题 那比如说我想这里到这里 对吧 呃 几房进行一个标注啊 这两个人选择他没有点他不会默了啊 这点就是他比较白痴的一个部分啊 那我选一个他是可以的好吧 哎 再选一下标注啊 哎 选一下这根线 因为有时候不太好选啊 我们选择这一块 那你看到哎 这块对他就可以这样子标 反正就是啊 反正这个字的大小的话能不能变呃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说说这个这个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这里可以设定你那个的格式 但是你说这个字大小能不能调 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调这样子啊 那如果是你要这个字弄得很 然后这个大小 你说我想把它弄大点 可不可以啊 没有问题的 哦 这个大小的话 反正就是你在这么点 他是可以反正怎么样 你看 我一拉 变成这个虚线的时候 你看我个走拉 反正这些都可以走 走条 那大小你如果你说放大缩小对吧 放大缩小的话就 只能说那个怎么讲 因为他这个是exactly1比1的 就说方便 你到时候就跟我这话首表 我是打了一个就用这个 然后打了一个1比1 然后就 然后我看着这个a4 然后这个东西对起来就是完整完完整尺寸 啊 懂吧 那所以说你如果这时候 你又说只能调整了一个纸张的外面大小 然后这支名标准 然后这样子生成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三次图的导处和导入 那你说要讲的其实没什么好想的 功能都在这对吧 就那么多对吧 那有些你说shift format对吧 Ibc format 那我我可能a太大对吧 我 我那我看开架哦 我如果叫变成 sips 不然 this t Ibc format in不是 方便应该是那个size 哦 看一下啊 哦 不是 方便那一个size customer 你最后还能开一个三个这边还能开个三个啊 hose spective也不是啊 是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那我们可以这里选一个OK 那你看到对他就这种变相那我们就一样把把挪过来的还是一样 你看到这个反正就是这样子对反正你科技弄啊这刚不是变底部那边就可以调整了 那你看到哎这是看起来小一点对吧 然后这个标注看起来也会比较那个啊对反正就一二到处你看不能打不能打你这导的哎呀或什么的 然后另存什么的对都可以那几乎这个就30度标准了好那一个视频就到这然后就谢谢大家